这次这个讲座其实原来是要求我讲一讲 主要是波兰和东德还有苏联 但是呢就是因为在这个会议之前我看资料 我突然发现一个很久以前我看的资料 但是很久以前我看的时候呢 我没有领悟 最近呢我又把这个资料看了一遍 我突然觉得恍然有所误 那这些资料呢是这样子关于素人的 所以我就决定把这部分资料整理出来 其实就是在刚才最后的一分钟 我还在写这个东西 一口气写了11553个字 我到现在写完了这些资料 我自己还没看一遍 所以可以说是相当的仓促 而且这1万多字呢 20分钟肯定讲不完 所以我只能用特别快的速度 而且一边讲有点深 我看看能不能复合这个要求 如果超过20分钟 请资料教授提醒我 我就评仨 接见一封信 大家听听这封信猜一猜 这封信是谁发出的 发给谁的 这封信是这么写的 当我国在经历这段艰难痛苦的过渡时期 拥有正确的灵性和道德观念 对确保我们面对挑战 处理民事冲突 防止道德基础崩溃和防止道德标准降低 十分重要 基督教组织遵循基督教伟大的教导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我们知道你们基督教团体的角色 你们可以帮助国家社会的发展 并与其他国家包括我们建立友好的关系 因为这样的了解 我们写了这封充满兄弟情谊和合作精致的信 我们深信 我们人民和你们人民一样 都拥有相同的追求 我们都追求人道 清除佛化 并追求我们两国人民 及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彼此的相爱 我们委托著名的基督教领袖 莫格里斯作为我们的特使 而我们愿意合作和相互的心意 带给你们的组织 我们希望建立道德观念 发展慈善机构和公民组织 我们愿意协助你们的基督教代表团 与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和领袖们 所有这些领导人都致力于发展基督教道德观念 请大家猜一猜这封信是谁写的 有没有人说 有没有人猜出来 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还没这个影响大 我告诉你们 这封信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和他的斯尼人猜出的 这封信是发给美国基督教组织的 这是1991年8月19号 苏联发生了最高当局的政变 我们都知道 固满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和顽固势力 为保护苏共利益 他们集结起来 他们签署了一个苏联领袖宣言 他们声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失败了 并以苏联内部的恐怖分子为由 宣布成立了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他们下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 同时他们软禁了在黑海度主下的戈尔巴乔夫 但是政变大概在三天以后 就19号政变 22号 三天以后就被挫败了 然后美国就收到了上述的这封正式的文章请函 这无疑可以证明是苏联当局 不是证明这就是苏联当局在危急时刻所做出的决定 等于是一封正式的求援信函 美国组成的这个基督教友宝使团 一共有19名成员 他们呢不是专业的基督徒 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 有电视媒体人士教育家律师出版商 留国问题专家牧师商业家企业家等等 当然也有宣教机构的影秀还有社会工作者 他们访问的时间呢正好是苏联历史上巨变的那个节骨眼上 1989年10月下旬到11月7号 虽然戈尔巴乔夫女诺跟他们见面 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知道到了时候 这葛氏是不是还在位置上 而邀请人苏维埃最高主席团是不是还存在 这国家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谁将要掌握核武器 谁在硬直抄票 就在他们访问期间 混乱正在急剧的变化当中 有一天中央银行突然没钱了 过了几天第二大共和国宣布退出苏联邦 而医生们宣布没有钱了 莫斯科医院只好可能在一个月之内要关门 而且苏联的犯罪力正在急剧上升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 最高当局向自己的冷战对手 美国发出了一个正式的邀请 请求他们做他们最高当局的顾问 帮助处理面临的危机 不是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政治上的敌人 而是通过宗教信仰的办法 解决精神贫困的问题 确保他们能面对挑战 处理民事冲突 防止道德基础崩溃 防止道德标准下降 这是出离这个红色帝国常识的一个决定 连受邀的美国人都感到难以置信 其实我们都知道更难以置信的是 苏联这个庞大的帝国的解体本身 在强权帝国解体的历史上 没有一个帝国比苏联红色帝国的解体 更令人错恶 不管是古代解体的西地罗马帝国 还是近代解体的德意志帝国 奥匈帝国 奥斯曼 奥斯曼帝国 还有包括俄罗斯帝国 都是在战争血腥暴力和动乱中解体的 没有苏维埃红色帝国的解体 是在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但是完全可控 政变已经平息 政局大致稳定 而且没有外敌付亲 也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发生的 而且解体的如此迅速 从八月政变到解体 前后不到四个月 非常和平 没有放一枪一炮 没有街头暴力 没有大规模的改捕和处于行动 美国和苏联冷战了四十年 就盼着这个帝国倒台 事到临头 美国的政界学界 对这个帝国的解体 也感到惊艳慰 里根总统的顾问 那个优秀的史学家 他叫李查·派普斯 他以突如其来形容苏联的解体 美国的这个全文杂志 国家利益杂志 发表过一系列的相关文章 以怪异死亡 来统称苏联共产主义的终结 美国冷战时期的 国家战略制定者之一 乔治·坎南 我们都知道 一连用了四个词语 描述苏联帝国的解体 是很难想象 奇怪 令人吃惊 无法解释 所以多年之后 2011年美国外交杂志 刊登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 俄罗斯主任 莱昂·阿伦的文章 他还在检讨苏联解体的原因 使用的标题干脆就是 苏联解体 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美国的这种反应 从侧面说明了 这个帝国的解体的超常性质 很少有人从精神和信仰层面 思考苏联解体的原因 这是有理由的 因为70年来 苏联当局拆毁教堂 拆毁回族寺院 拆毁犹太人的教会堂 据这个亚伯雷萨导演的电影 忏悔 这个片子披露 斯大林时代呢 有4万多个神父被迫害致死 98%的东正教堂被关闭 当局不仅禁止学校的宗教课程 还在各地开设了44个 反宗教的国务馆 发行无神报纸 成立军事无神论团队 知识学会 无神震撼团等机构 各种组织 它起反福音的运动 镇压宗教信仰者 所以无法理解 苏联的突然解体 不仅使美国各界 包括中国在内 全世界惊讶 收到那封信的这些宗教人士呢 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把这个邀请叫做 破天宫的邀请 这事实上 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怀疑 苏联当局的诚意 而且很多人都是怀着 带着怀疑的心情去的 他们所到之处呢 就跟苏联官方的会谈呢 就让他们更加惊讶了 比方说在克里尼林宫 他们跟20位 苏维埃最高主席团的主席和代表相见 其中一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高级将领 在过去几周呢 曾经跟美国的官员呢 进行谈判 谈判的项目是采检核战略的武器 这位将领呢 在会见的时候就说 他相信他所做的武器裁决的决议 会让世界更加安全 但是他接着就说 但是我们必须说 为了我们国家的长期安全 今晚与你们基督徒在这里的会议 比于那些国家元首在一起 裁剪核武器的会议更重要 对人民而言 基督教的信仰 对我们安全有更大的贡献 他的这个表述呢 让在座的这个全体19名 美国基督教这个使团的代表 感到难以置信 其中一位叫杨菲利·菲律普斯 他赶快就敲声地问 他身边坐的这个同行 同道 这个他的队员 这个人能说俄语 他就问 这位将军说的话是不是翻译错 人家翻译的完全正确 下面我讲讲这个 克格国的这个副主席的 给他们的震范 克格国的这个副主席 人事副主席叫斯托亚洛夫 斯托亚洛夫记住这个字 斯托亚洛夫 哥尔巴乔夫的助手 把斯托亚洛夫介绍给美国代表团的时候 他有一个简短的开场白 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是惊人事件 你们正在帮助这个国家 开始一场基督教改革运动 帮助我们的政府转向上帝 你们如同投入水中的石子 你们所泛起的涟漪 会使别人容易去跟随 不过美国代表团 难以相信这些话的诚意 虽然克格国创办的 吉尔伦斯基的那个雕像 已经在这克格国大楼之外 被钢索套住 掉了好几天 刚刚悄悄地扔进河里 可是他们所在的这个办公室里 吉尔伦斯基的这个照片 包括列宁的照片 还挂在墙上 所以这个美国代表团心想 这个石头如果扔在冰上 会有什么影响呢 可是斯多亚洛夫接下来的话呢 就不断让这些美国的这些代表呢 感到非常震惊 这非常震惊啊 这些就是shock very shock 这种的原话 并且剑刺使他们意识到 他们面对的不是冰 是融化的冰河 这里呢 这个斯多亚洛夫他回答基督徒 和基督教施工的态度的问题是 他说如何将和平与安宁带给人民 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我们要与你们携手 一同与邪恶的势力作战 斯多亚洛夫继续说 在苏联我们已经意识到 我们太久忽略基督教信仰了 1991年8月的政变告诉我们 这个国家可以堕落到什么程度 74年前我们开始瓦解政权 而今年我们又以政权瓦解告终 多年来我们摧毁了很多价值观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们对KGB就是克格国的工作 已经二熟能详了 但是现在呢 我们已经停止了以前的做法 我们也重新改组 将原有的职权给了其他的人 当时这个代表团里呢 已经有人知道 这位讲话的KGB的副主席就是在政变前 他是苏联的空军教官 他在政变的高度紧张局势下 他自己架着飞机 飞到格尔巴乔福的避暑山庄提供了救援 所以他自己目前植物的这个变化 就证明克格国正在改组 这位新上任的克格国领导人接着说 而且他越来越让美国代表团感到匪夷所思 他说我们是有冥历悔改的 而不是仅仅考虑悔改 人民必须回归正确的信仰 没有这样的真诚的悔改 政治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这是我要背负的十字架 我是有二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人 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 宗教分裂人民 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恰恰相反 只有爱上帝才能继团结统一 才能团结统一 我们应当将传教士的角色和马克思主义 关于人在哀恶时不能欣赏生活的这个教导结合在一起 对我们来说 这传教士的角色在目前尤为关键 美国代表团的感到迷惑 他们觉得这个一个共产党的国家安全部的头子 他的语言中居然出现传教士的角色 居然出现背起十字架 居然出现颤护这一类的词汇 他们又觉得翻译出错 宗教近距离的怎么可能出现一个神学学生呢 代表团里有一对懂得门的夫妇 彼得和安妮塔 他们因为宣教活动被苏联当局拒签了13年 这次是应邀来的 他们居然走进了敌人的心脏 听着斯多亚洛夫把这番话用俄文说完 接着呢又听着翻译把这番话用英文说了一遍 他们还是不能相信自己的 斯多亚洛夫在这次会面中的下面的这段话呢 是苏联军队在政变中保持中立 而且没有一个是男儿的见证 他说在我的立场上 尽管我现在是KGB的官员 我还是要坚持说 我绝不会动用武力来镇压人民 这些话证明苏联内部意识形态的革命 要是这种区别令人难以置信 下面我来介绍卢比安卡的第一次报告 卢比安卡是我们都知道 苏联国安局就是KGB的这个掌管的 以恐怖著称的苏联莫斯科监狱 苏尔仁琴称这个巨大的监狱系统是古拉格群岛 大约有1100到2000万到6000到7000万人死亡 其中这个跟中国大激光年代死的人估计差不多 在苏联很难找到一个没有遭受过KGB破坏的家庭 斯科亚洛夫震撼美国使团的地点正是在KGB的这个大楼的总部 19名美国使团应邀到那里KGB领导人会入走进那个大楼 他们的心理非常的复杂 因为这个庞大的机构呢刚开始停摆 他的惯性还在 就在他们到访期间就在红场 他们被一个洋装酒醉的人套话问话 后来这个人呢居然出现在克格国的大楼里被他们认出来了 这个人赶快调脱就逃跑了 美国使团是在进一步的了解和沟通中逐渐打消他们营问的 这个叫改革宗教会电视传播人 这是美国这个使团里面的一个人叫尼德汉 他对斯多亚洛夫将军发问说 将军我们很多人读过索尔尼琴的古拉格 我们还有一些人呢在那里丧失了亲人 你们当局对这个监狱呢是负有责任的 你们怎么交代过去的行为 你们又怎么悔改呢 他这个问的非常尖锐 当时所有代表都感到紧张万分 但是斯多亚洛夫回答说 忏悔 没有忏悔 不可能带来改革 现在是我们痛改前非的时候 我们曾经 他说的是 我们曾经触犯了实际 今天我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接下来代表问KGB和东正教之间的微妙的关系 斯多亚洛夫坦然的承认 他们曾经利用神父 他们曾经在重要的神职位置上 安插KGB的人员 他表示 他们正在肃清这些滥用宪法的行为 美国代表团的英文翻译是年纪70岁的 李昂·莫维奇 他是白俄罗斯人 他七岁逃离斯大林的恐怖统治移民美国 他去国已经有62年 在美国他干的那个活有点跟我像 他是抗着干扰 以母语对雇国的基督徒做广播经历 也已经有46年了 他收到过来自故乡的听众的来信 他知道苏联很多基督徒都因为信仰受磨难和逼迫 大半个世纪以来 他面对苏联人民的苦难 他除了广播 他只有祷告 作为一个苏联的敌台的主持人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他应邀回到故乡 禁止走进克格国大楼办公室 坐在迫害他的家人和他的听众 克格国头子旁边 翻译他的忏悔和陈词 他是很 经历这一切 他终于深深的震撼 所以我说这是一次世纪性的对话 克格国的那扇忏悔的大门 是由他推开 他对斯多洛亚夫说 他说的是超越世俗价值病人 他说将决 你们的组织让我很多的家人深受其害 我本人也不得不背景一乡 我亲爱的叔叔被送到西伯利亚集中营 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不知道如何表达你所讲述的一番话 带给我的震动 我只觉得我的心被胀得满满 他说将军 你说要忏悔 基督教导我们如何对此做出回应 他的回应 遇人难以忘怀 他代表他的家人 和在古拉格死去的叔叔 对斯多亚洛夫表示 在基督里 我遇到南洋 然后 这位福音派的基督徒 这位斯拉夫民族宣教服务机构的主席 这是他的头下 他走上前去 紧紧地拥抱住KGB的父母主席 斯多洛亚夫将军 灵魂跟灵魂的碰撞是人之间最深刻的接触 这种接触只有借助祷告才能满意 除了祷告 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克格勃官员和美国使团的这次共同的祷告 是苏联最高当主委托的美国特使 莫格里斯代理的 于是在克格勃大楼办公室 吉尔仁斯基 他是克格勃的创始人 和列宁的画像之下 这两种曾经敌对的士人 先为千百万苏联的殉道者 苏联的信徒祷告 再为即将引领这个国家 回归宗教传统的领导人道 那个情形是史无前例 所以当时克格勃的那些守卫们 紧张的东张西 不知道要怎么办 而克格勃的这个头子呢 就尴尬的抹着眼泪 次日 有八百万发行量的苏联的消息报 以头版头条的位置 报到了他们造访克格勃总部 以及会谈的实际情况 标题就是 卢比安卡的第一次报告 我接下来 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了 我不知道多长时间了 我接下来要介绍 苏联当局转向尖教 苏联当最高当局 回归基督教传统的决心 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这是我总结的 第一个就是前面我介绍的 这个叫破天荒的邀请 在国家大变局之际 依然向冷战四十年的 头号敌国美国发出邀请 请的是美国各行各界的精英 而且全部是基督徒信用者 请来充当他们的顾问 解决他们面临的各种棋手问题 你要知道 当年彼得大帝为了强国 他邀请的是欧洲的那些科学家 造船家医生到俄国帮助推进 其地的不限来访 而列宁在1920年代饥荒时期 他欢迎的是美国企业家和私战家 是为他们提供药品和粮食 二战期间 斯大林比康纳对入侵 他盼望期待的是美国的军事援助 所以美国有了送界法案 而这一次 自1917年革命以来 苏联发生的最剧烈的地震 苏联当时虽然国力强大 但是经济状况很糟 当时民间流传这样的笑话 布斯科努力安卡的大楼外 有一个愁眉苦脸的男人 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 看看肥皂也没有 电池也没有 袜子也没有 什么什么都没有 他正唠叨着旁边走过来 一个看起来像是便衣的人 小声对他说 公民同志 您要是要再这样诋毁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就要拿手枪把您的脑袋敲了 这个男人看看 便衣警察自言自语地继续说 看看连子弹也没有 苏联最高当局 当时既不解决子弹问题 也不解决经济问题 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 精神道德层面的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 为什么说苏联当局 最高当局转向 记得讲 第二 事实证明 这个邀请是诚恳的 苏联 苏联埃最高当局 为这个代表团安排的是最高的 代表团组成之后 他们连夜为各地 美国各地的19名成员 办了签证 负责他们在苏联境内的一切费用 安排拜访苏联最高领导人 布尔巴乔夫 这个苏联埃最高主席团 最重要的官方机构 真理报 消息报 还有苏联国家安全部 社会科学院 记者俱乐部 戈尔巴乔夫夫人的文化基金会等等 他们访问克林伟林宫的时候 当局把所有人都挡在外 他们住在莫斯科最豪华的公馆 在苏共历史上 只有哈莫接受过这样的代言 哈莫是谁 哈莫是一位成功的美国商人 是工业家和实战家 他就是列宁在1921年 非常款待的那个 为苏联提供大量 要不严重的那个 这个美国的客人 所以这是第二次 在苏联解体之前 款待美国的客人 第三点 苏联当局开动全部宣传机器 媒体全程报道 这个代表的所有行程 从机场的隆重欢迎仪式 到境内涉及官方 民间学校机构 新闻机构 监狱教堂等等 各种活动访问 未来全部到道 一直到访问结束 那个呢 使得这一次访问 在苏联境内影响广泛 而且意义深远 第四点 具有象征意味的是 卢比安卡的第一次告告 那一天是1991年10月30号 后来我们知道 那一天就是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当局 确定为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日 所以 他就成为这个苏共当政74年以来 第一个政治迫害受难者的纪念日 而且这个纪念日一直延续到今天 美国代表团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 但是次日真理报报道 这个卢比安卡的第一次祷告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这些消息 显然 这个 这个纪念日是当即 当即确定 第五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 感受 也可以说的问题 美国代表团成员 原本来 原本是希望借着这次机会呢 争取到苏联官方的准许 促进在苏联的宗教传播和研究计划 结果他们发现在这件事情上 美苏的主从辈之大颠倒 不是他们请求苏联官方的批准 而是苏联官方更多的要借助于他们 开启基督教的事 下面我介绍戈尔巴乔夫的道德规矩 苏联的改革是自上而下 这个我们大家都是公认的事实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 俄罗斯研究主任 俄罗斯研究所的主任 叫莱昂·阿伦 他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苏联解体 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这篇文章当中 他试图从精神和道德层面 理解苏联的解体 他研究了戈尔巴乔夫的思想 他指出在这场自上而下的苏联解体 当中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值得注意 他是这么写的 他说戈尔巴乔夫的美大事业的核心内容 无疑是理想化的 他希望建立一个更有道德的苏联 尽管他们祭出的是改善经济的歧视 但是毫无疑问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支持者们 着手改革的最先切入点 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道德问题 他们在苏联改革 初期公开讲话的内容 现在听起来只不过是 他们对斯大林时代所造成的 精神淋丧和意志腐蚀 所感受到痛 于是就像任何一个重要革命的 起初状态一样 他们开始绝望地寻找一些 伟大问题的答案 记住问题是有伟大的问题 这个是伟大的问题 这个伟大的问题的答案 他们寻找这个伟大问题 什么呢 是幸福有资严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 有什么构成 一个体面的合法的国家 是什么样的 这个国家与民权社会的关系 应当是怎样的 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月的 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 新的道德服上 已经在我们国家内逐渐形成 他宣称公开 和民主是他的苏联社会改革的根基 他后来说 我们已经开始重新评判道德 展开创造性思维 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 我们必须彻底改变生活 完全摆脱以前的错误行动 戈尔巴乔夫称自己的这个行动 叫做道德立场 上述全是这个阿伦说的 阿伦引述了2011年 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梅德维杰夫 主持的自由主义智囊机构 当代委员发展委员会的一篇文章 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是要对价值体系重新思考 我们无法在旧的思想基础上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他的结论是 正是与此相同的 对自尊和骄傲的道德诉求 从这个国家的现实和现今 无情的道德之谱中脱身而出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掏空了强大的苏联帝国 让其丧失了活法性 把他烧成了一个空壳 最终在1991年8月轰然崩溃 这一探索材质和道德的路程 绝对是20世纪最后一个 伟大革命的核心内容 这是1991年苏联解体 到2011年美国人才发现了这个奥秘 所以解读苏联的解体 是一个重要课题 1991年11月戈尔巴乔夫 直接告诉美国基督教使团的代表 他说 他说我是一个无神路者 但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传言说 他是一个没有暴露身份的基督徒 他要抵消这个传言 接下来苏联主席团的主席 这个卢本成可 和戈尔巴乔夫的下面这段插话 很有意思 卢本成可插话对戈尔巴乔夫说 但是总统 如果你厌恶背叛行为 同情人 鼓励自由 尊重人权 推动善行 那么以行为来说 您可能已经是基督徒了 这种表示呢 对这个表示呢 这个戈尔巴乔夫 他是笑着回答 他说 我不否认我是这样 他还说 我必须承认 长期以来 圣经 给我很大安慰 戈尔巴乔夫接着表示 忽视宗教信仰是社会的一大损失 我们也必须承认 对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重大问题的处理 基督徒比我们政治领袖做得好得多 戈尔巴乔夫感谢美国基督教使团 将要为苏联提供的帮助 包括把这次会议的信息 带给美国千万基督徒 同时全力向苏联提供精神上 物质上的支援 他最后深深的感动 他说 我们正在学习 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 不仅需要上帝的帮助 我们也需要人民的帮助 具有道德精神高度的戈尔巴乔夫 确实深履行自己的体验 他在这次会议上 他对八月政变做了一个简短的评论 他指出了对这些政变的策划者 严惩不待的必要性 但是他同时也明确指出 要防止不正当的报复行动 我们知道八月政变 我刚才说了 三天就会迅速反碎了 避免了动乱 这是一个奇迹 为了阻止政变 在八月二十二号那一天 苏联当局呢 在机场逮捕了政变的首脑人物 国家紧急状况委员会的八名成员 此外 这个国家就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逮捕 清理和杀戮 可以说 戈尔巴乔夫的指导思想和相应的行动 构成了苏联庞大专制系统 和平解体的开灯 你可以说 八月政变是个偶然系统 偶然事件 但是没有疑问的是 我认为 粉碎八月政变行动的背后 有坚实的精神自由 所以那些当时到苏联去做顾问 同时也做了大量考察的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后来说 在克里姆宁宫最不可能的地方 在最不可能的时代 却产生了最不容忽视的记号 这就是苏联的明性上的觉醒 他们还有人说 目睹所发生的一切 足够让我们成为一个后千禧年主义者 千禧年 基督徒都知道什么意思 我是刚知道 我看完了这个 我才知道 我顺便说一句 我不是基督徒 下面我要介绍 这个苏联全民回归基督教的传统 他们说他们是一个新的开端 但是如果你了解苏联的历史 你就知道 这不是一个新的开端 他们是说 没有办法在一个旧的世界上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这是对的 但是实际上 他们不是拿来了一个新的基督教 他们是回归自己的传统 美国代表团成员抱怡而去 赌信而归 他们其中有一位写道 当我回顾俄罗斯之行的时候 在所有的事件中 一个总是挥之不去的 深刻的印象是 我一生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身上 见过这样的 俄罗斯人那样的 对上帝如饥似可的追求 他们又说 我们一群北美基督徒 被邀请来做政府的顾问 探讨灵性问题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确实是新时代的标志 不过只是相对于 74年无神论的历史而言 事实上发生在苏联 80年代90年代土地上的 是一场俄国式的精神复兴运动 作为基督教一大分支的东正教 在俄国已经存在1000年的历史 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没有能够动摇俄罗斯的政教根基 也没有法子把这个国家的国教 彻底铲除 就像清末 明初 康良一脉 甚至五四一代 这个陈东秀 胡适 反对中国国家传统一样 他们那个叫入室操宫 奔扛叛奴 他们自己就是其中的人 他们本身就是从传统文化中 熏调出来的接受者和继承者 关于俄罗斯的道路 俄罗斯有西化派和本土的斯拉斯派 这两派之争 他们的这个争论呢 一直延续到列宁时代 你看我们读静静的顿河 我最近刚把静静的顿河又读了一遍 我们读静静的顿河 这部霍诺奖的小说 我们就能知道 这部小说呢 背景是彼得大帝之后的时代 是上个世纪一战二战的世界大战的背景 还有俄国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 两次革命的背景 这个小说描写的是 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顿河沿岸的农民生活 从那里的大草原上 无论是战争和和平 或者是生存和死亡 浓厚的宗教气氛扑面而来 是他们全部的希望和精神源泉 事实上自从基督教传入俄国 俄罗斯人世世代代 就是通过圣经来学习认字 学习文化的 在西化派和本土派的争论 被列宁打断之后 列宁曾经驱逐了200多名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 并倡导在本土无神论 但是呢 这些流亡者把俄罗斯文化和精神 带到了欧洲 他们在欧洲扮沙龙 搞讲座出刊物创建神学院 成立俄罗斯学术研究所等等 从1918年到1928年 几十年之间 他们在德国 他们就注册了188家 俄罗斯出版社 1923年那一年 这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的总量 超过了德国本土 出版的图书的总统合 你想想这是个什么概念 一个外来的民族 在人家的国土上 一年之内出的书 比人家本土的书还多 出的都是俄语书 那这些俄罗斯知识分子们 就是确实把俄罗斯的精神 俄罗斯的谋法 俄罗斯的文学 俄罗斯的关键 带到了欧洲 所以俄罗斯没有中断 苏联意义解体 他们的文学 神学 哲学 包括音乐等精神产品 就蜂拥回流到本土 在布尔什维克统治74年本土上 对上帝的信仰 虽然遭到了严重的扼杀 但是呢 没有遭到离停扫穴式的灭顶之灾 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呢 那个冷冻时代 对吧 解冻时代 就开始复苏了 所以美国基督教使团的人 回顾法苏的经历 他们写道 他们说 其实呢 我们并没有从西方 带去任何国来凭 我们所侍奉的上帝 一直就在俄国 在劳改营领 在没有像政府当即的家庭教会 在没有被共产党 引平的大教堂里 上帝一直是被人们 热切的敬拜着 真实的情况 其实就是 俄罗斯一千年的政教传统 正在迅速的回归 我举几个例子 苏联社会科学院 1991年春天 就是苏联解体的那年 秋天 不是秋天 政府突然停止了 给他的所有的津贴 所有研究人员 下个月的工资都没着落了 为了在困境中求生存 他们求助于谁呢 他们没下海 没经商 他们求助于基督教 因为基督教在躁动的人心中 仍然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所以就在他们这个代表团来之前 一个由美国其他知名人士 古城的美国基督教代表团 已经访问过苏联社会院 而且苏联社会院正在 跟这个基督教代表团研究 成立研究基督教的科系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全美杂志 真理报 也一样 这个当时呢 有1100万份订阅量的这个报纸 当时一下下降到 人一百万多的70万 入外记者裁减了五分之四 报社雇员减缩减到三分之一 这个完全失去信誉的宣传工具 迫不及待地向他的队里面 福音派基督教示好 试图挽回信誉 或者至少增加销量 所以真理报的主编 对美国代表团说 原话也许唯一能够让我们国家 避免彻底解体的力量 就是基督教价值功 第三个例子 在乱象恒生的时候 苏联最著名的杂志文学杂志 苏联的文学从来都是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从很久以前 黄金时代 一直到斯大林都用说的 这个文学杂志的编辑 它是这么解读他们的问题的 它的解读是 我们最大的问题 不是没有足够的相长 糟糕的是 我们没有更好的理念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想 我们的立足点被撤掉了 这个解读说明了 在苏联的知识界 在生存层面遭到挑战的时候 他们没有继续 在无神论的领域里头折腾 就我刚才说 他没有向你经商 他们直接转向了立足的资源 就是他们被打翻了 70多年的传统资源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俄罗斯主任 阿伦 我刚刚提到他了 他告诉我们一个现象 在苏联的暴停前面 有时候清晨6点多 就起来排队 报纸两个小时 就被销售一空 这些报纸 是已经解放了思想的报纸和杂志 他们的印刷的 这个印刷量和订阅量 正在急速地增加 还在不断地增加 撰稿人是谁呢 撰稿人都是苏联著名的学者 记者 作家 艺术家 评论人士 用这个18世纪 那个著名的作家 我们都知道 他叫Samuel Johnson 用他的话说 这些人是真理的导师 这些人呢 有数十个 我就不一一点名了 他们这个庞大的知识群体 在苏联官方的媒体上发声 他们认为 这是原话啊 当前苏联的首要任务是道德复兴 其意义不斥于 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 做彻底的检修 不仅仅要颠覆社会道德观 还要彻底唤醒个人的意识 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变化 尼哈伊尔 安东诺夫 1987年就在10月 这个杂志上发表一天题为 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的文章 他在这篇文章里呼吁 人民必须要得到拯救 而不是人民 他都是人们 人们必须要得到拯救 不是被拯救于外部的危机 而是首先被拯救于他们自身 拯救于让高贵的人性品格 逐渐消亡的过程 怎么拯救呢 我们必须要让自由主义的火焰 永远燃烧下去 让它变得不可抗拒 不是赫鲁晓夫转身即逝的暖春 而是气候的彻底变化 那么让自由主义不受侵蚀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对精神民意 免疫的自由的人 显然这个道德的拯救 只指向精神和信仰 所以说苏联从最高当局 到官方媒体 到知识阶层 在关键的时刻 显示的是另一个大民族 在遇到同样问题时 所做的全然不同的选择 苏联官方机构和人民的选择 是十分清晰的 我再举个例子 这个官方机构和老百姓的选择 苏联政府在1989年就停止了 沙德斯克监狱的伙食共用 1989年就停止了 这个监狱的时候 俄国最古老的监狱 始建于118320 这个监狱之所以得以维持 是因为求助了当地的修道院 这监狱长说 KGB不断地调动 我都不知道我的领导是谁 我只能转向我们最古老的根基 教会 除此之外 我们还能转向谁呢 本美国宗教与民主研究所 所长希尔在访问期间了解到 苏联现在存在着 普遍的排斥现象 更具体的说 是排斥无神论者的现象 他说他最近听说一件事 在一个社团的聚会中 他们允许基督徒发言 却把一位无神论者 轰下了台 美国宗教团契的尼克的调查 他说1991年的苏联 神父已经得到百姓的普遍尊重 民意调查显示 听着啊 苏联人民愿意相信 宗教领袖的程度 比相信政治领袖的程度 高出八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